2021年走到年底 你可能挺迷惑的 疫情该缓解了 经济也该恢复了 我们应该是要进入新周期的时候了 但是我们看到互联网行业 教培行业受到很大的冲击 股票狂跌 还有不少地方拉闸限电 这都引起来不少人的关注 那关于这些问题 我在过去一年的调研中也在思考 思考的成果就是这份合法报告 我会在这门课程中慢慢告诉你 我的收获和我对未来的判断 在课程的总论部分 我会先和你分析一些比较宏观的趋势 这些趋势有历史的 人口的 国家的 分析完趋势 你就知道该怎么看了 然后呢 我还会告诉你该怎么干 那怎么干呢 方法就是腾挪 腾挪是什么 为什么要腾挪 那后面的课程 我会和你慢慢的讲 这一讲我要告诉你 如果我们把每件事情孤立的去看 可能会觉得不理解 但是如果我们把事情放到一个更长的时间里面去看 就会发现一些规律 那这些规律能够帮助我们在2022年认清未来 那要想认清未来就要先回顾过去 咱们先从2008年说起 2008年爆发了全球今日危机 那事后来看 从这一年开始 历史进入了分水岭 可是什么是分水岭啊 是在历史的中间画出来的一道线吗 不是的 分水岭 它是一座山啊 从2008年到2021年 我们其实一直在爬这座山 那在爬山的时候 你更多看的是脚下的路 你想找到可以攀圆的石头或者是小树 那你知道翻过了这座山 对面的风景会不一样 但到底是怎么样呢 你还没有看清楚 最近这几年事特别的多 而且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2016年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我们没有想到 2018年 中美贸易摩擦 我们没有想到 2020年的新冠疫情 更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那这就好像是在爬山的时候 风突然比原来更大了 诶 这就对了 有过爬山经验的朋友都会知道 在你快要到山顶 但是还没有看到山顶的时候 你会先遇到一阵风 那你就知道 这是快到山顶了 因为山顶上没有障碍 才能吹来这样的一股风啊 好 我们把过去十多年的历史 用分水岭这个概念讲明白了 那现在我们终于登上了 历史分水岭的山顶 第一次有了山顶视角 我们终于能够看清楚 山的另外一侧到底长啥样子了 在山顶 我们找到了一种 能够更确定的看未来的方法 能够以不变应万变 那掌握了这套方法 你就不会陷入种种细枝末节 就能够把握到问题的核心 那这套方法是什么呢 我帮你总结了一个口诀啊 叫短期看节奏 长期看趋势 节奏看拐点 趋势看方向 好 那我们先说短期 我把2020年以来发生的事情 帮你梳理一下 你想一想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规律 2020年一开局 中国爆发了新冠疫情 之后呢 又迅速实现了复工复产 而国外的疫情呢 变得比中国更加严重了 于是欧美国家采取了经济刺激政策 说白了就是直接给大家发钱 好 拿到了政府的补贴 西方国家的消费者就会增加消费 那他们的消费品中呢 有一部分是从中国进口的 于是中国的出口订单就增加了 出口表现比预期的更好 好 那拉动经济的另外两架马车 也就是消费和投资怎么样了呢 拼心而论呢 国内的消费虽然没有达到最理想的情况 但是至少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那国内的投资 主要要看制造业投资 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 先看制造业 制造业的投资没有过去那么高了 那房地产投资怎么样了呢 政府一直坚持房住不炒 没有放松对房地产的调控 那再看基础设施投资 尽管政府制定了投资新基建的政策 但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速度 还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那总体来说 出口增加 消费和投资呢 都相对的稳定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其实有了疫情的影响 我们的就业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稳增长不就是为了 稳就业吗 到了2021年 生产逐渐恢复了 按道理来说 经济应该复苏啊 但是到了下半年 却又出现了下挫 而且2021年出了很多政策 大多都是为了治理整顿 比如说吧 在互联网行业 在反垄断 那培训行业 受到了更严厉的管制 很多地方也出现了拉闸限电 那为什么会在这个 本该经济复苏的时间点 出现这些政策呢 其实啊 在我看来 2021年和2016年 2017年的情况 非常的相似 咱们一起回顾一下过去 我把2015年以来的 宏观经济形势 和相关的政策 帮你梳理一下 你就能够发现节奏了 咱们可以这么来看 2015年 上半年股市暴跌 下半年有资本外逃的风险 那政策呢 非常谨慎 2016年和2017年 宏观经济相对稳定 但是这段时间 密集出了不少新政策 比如去产能 去杠杆 调结构等等等等 好 到了2018年和2019年 中美贸易摩擦 越来越严重 2020年 新冠疫情影响了经济发展 那这几年呢 政策也非常的谨慎 2021年 经济相对稳定了 你看 又有了一系列新政策出台 那这里面呢 就有一个节奏 这个节奏呢 是因为短期的宏观稳定政策 和长期的结构转型战略 叠加在一起 形成了震动 那简单的说 就越是在经济相对稳定的时候 结构转型的政策 可能就会出的更多一些 但是 结构转型的政策 要是对宏观经济 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政策就会再微调一下 步子呢 就会走得更小一些 那我们怎么把握好这种节奏呢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 节奏要看拐点 你要知道 一个政策 从发出指示到执行 它是有一个周期的 一个新的政策 刚刚出台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比较虚 可能就是开个专家座谈会啊 发个通知啊 但是 等到情况比较迫切 问题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就会在短期内 集中精力 抓一项工作 那既然是在短期之内 集中来抓 那力度可能就会比较大 那在这个过程中 有时候可能就会出现 用力过猛的情况 于是呢 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也就是会出现局部的纠偏 你看 从发出指示 到大力推进 再到后面可能会有的局部纠偏 这就完成了一个循环 那我们说节奏看拐点 就是要预判这个政策周期的拐点 当决策者已经发出指示的时候 你就要明白 接下来就会进入执行 那当一开始执行可能不到位的时候呢 你就要警觉 因为政策执行的力度可能就会加码 风格也可能会出现转变 那当你看到政策执行的力度开始加码的时候呢 你要学会区分哪些是政策的本意 哪些呢 是执行的具体的方式 好 那当你看到纠错的时候呢 你就要明白 这并不意味着政策要出现180度的转变 好 如果你每一次都能够踩上鼓点 那你就能够应对欲如 那如果踩错了鼓点呢 可能就会狼狈不堪了 不过呀 看问题 不仅要看短期的节奏 执行中的拐点 还要把它放在一个 更长的时间里头 看它是不是符合更大的历史发展的方向 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 总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阶段 也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会发展速度很快 国民会突然有了大国公民的意识 会意识到历史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21世纪20年代的中国 会非常像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 或者是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 如果你是在1847年 或者是1848年到了英国 那你看到的是经济萧条 农业欠收 社会动大 但是 如果你是在1851年到了英国 你会看到 万国工业博览会在伦敦成功的举办 人们充满了兴奋和希望 那如果你是在1918年 或者是1919年到了美国 你会看到 美国还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走出来 经济还是一片低迷 但是很快 美国就进入了所谓的喧嚣的20年代 在那段时期 股市空前的高涨 汽车 电视 连锁店 分期付款 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流行的 那为什么大国崛起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时期呢 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物 一个是人 物的因素是能量的积累 那能量要长时间的积累 才能够突然的喷发出来 中国经济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能量 虽然遇到了贸易摩擦 新冠疫情等等各种麻烦 但是中国经济并没有伤到元气 依然生机勃勃 那人的因素呢 是民族觉醒 过去啊 我们总是觉得别人都是对的 后来才发现 原来别人也不一定都是对的 我们终于适应了 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 自己探索出路 好 能量积累 民族觉醒 大国崛起 这就是大的方向 在这段时期 我们突然就有了自信 做事呢 就会更大胆 政策是这样 那企业的发展也是这样 这就是趋势带来的战略机遇期 不过你也要记住啊 这个机遇期可不是永远开放的 要是把握不住 那以后就很难再有了 好 总结一下 到2021年 我们终于爬到了历史分水岭的山顶 带着山顶视角 我们找到了一种更确定的认知未来的方式 短期看节奏 节奏看拐点 长期看趋势 趋势看方向 用这套方法去看即将到来的2022年 你就能够做到 以不变 应万变 那这一讲就要结束了 我给你提一个问题 在2021年 你遇到了哪些机遇挑战或者是困惑呢 欢迎你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那上一讲呢 我们说到怎么看待2022 我告诉了你一套方法 短期看节奏 长期看趋势 那上一讲 讲的趋势 说的是大国崛起的机遇窗口 那这一讲呢 我们要说的是影响未来趋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也就是人口 我要带你去看看历史分水岭的那一边 看看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风景 那能影响到未来大趋势的变量 那都是慢变量 慢变量主要有两个 一个呢 是技术创新 一个是人口因素 这一讲呢 我要重点讲讲人口因素 而不是技术创新 因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性被很多人高估了 但是人口因素的重要性 却被很多人低估了 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首先 我相信啊 新一轮技术革命迟早是会到来的 但是它到来的时间 很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晚 比如说吧 5G确实是新技术 但是试了一圈 也没有找到成熟的商业应用场景 人工智能也很时髦 很多投资人都相信 这是一条又长又宽的赛道 但是很多互联网大厂的人工智能实验室 如今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自动驾驶在2021年也被炒得很热闹 但是我在后面的章节里面 会跟你报告我的调研结论 自动驾驶要想真正落地 那可能至少还需要5到10年 所以说 我们现在先别忙着张灯节彩 等着迎接新技术革命 咱们得先去看看人口变化 已经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影响 以及在未来即将带来的影响 那今年的年度报告 人口是必须要讲的 因为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一出 大家才意识到人口问题原来这么重要 那简单地说 这次全国人口普查告诉我们两件事情 一是少子化 二是老龄化 那少子化是说大家生孩子更少了 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了 比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都低 那老龄化是说老年人多了 我国60岁以及以上人口占人口的比 已经达到18.7% 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 已经达到13.5% 这说明我们正在跑步进入 人口老龄化社会 那这两组数字可能会让你感到非常担忧啊 但我要告诉你 这两个现象都是成功带来的失败 那成功为什么会带来失败呢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现象背后的原因 那为什么会有老龄化呢 那就是因为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预期寿命比原来更长了 那为什么会有少子化呢 其实啊 生育率下降是伴随着社会发展出现的必然的趋势 过去生的多一个原因是怕养不活 因为过去婴儿死亡率太高了 但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 能生下来基本上都能养得活 那此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家庭中的生育率更多的是由女性决定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是由男性决定 那很多女性就选择了少生 经养 用一句话概括 没有经济增长 社会进步 就不可能出现老龄化少子化 这样的现象 好 那为什么又说这是失败呢 因为人口的变化会引起全球经济的变化 全球经济很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了 那资产价格也可能会长期低迷啊 如果没有洞察到这个变化 还是按照传统的模式去规划事业和财富 那就可能会导致失败 我说过了 我们已经跨越了历史分水岭 从一边到了另外一边 人口因素将会改变未来 那在说到人口因素如何影响未来之前 咱们先回顾一下历史 看看人口在过去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 看看我们曾经爬这座分水岭的时候 遇到过什么样的风景 在过去二三十年 全球经济经历了一个极其独特的时期 宏观经济学家把这个时期叫做大稳定时期 英语就是Great Moderation 那这个时期的全球经济有两个特征 高增长低通胀 好 这可是宏观经济梦寐以求的黄金组合呀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 中国是在二十世纪九人年代 进入全面对外开放时期 在这之前能不能结束 原来的苏联东欧国家也融入了全球经济 全球市场上就增加了至少上一名劳动力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冲击 干活的人多了 产出就会多了 全球经济就会保持高速增长 中国生产出来大量Made in China的产品 源源不断的出口到国际市场 那也包括美国市场 那中国的产品物美价廉 那就使得美国的物价保持在很低的水平 所以全球经济就能够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 低通胀就是这么来的 那这还只是第一轮的影响 接着还有第二轮 你想啊 中国的出口多了 赚到的外汇就多 我们又拿这些外汇去买美国国债 这就是在给美国源源不断的提供融资啊 结果呢 美国的利率就能够保持在很低的水平 那利率一降低 消费就会增加 因为像买房买车这样的消费 是要靠贷款的 所以利率低了更划算 那不光消费增加 企业投资也会增加 因为企业要考虑成本 那利率低了就会刺激投资 这就进一步刺激了全球经济增长 这就有了高增长 那听到这儿你就会发现在这段时期 资产价格是一直上涨的 当然中间也被打断过 比如1997年和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 还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但是危机一过去 资产价格就又恢复了上涨的趋势 这个很漫长的资产价格上涨的时期 给投资者留下来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这代人脱口就会问 买啥涨的快呢 是买房呢 还是买股票呢 那你之所以会这么问 那就是因为我们只经历过 资产价格的上涨 没有真正经历过资产价格的下跌 但是以后 这种趋势可能会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 全球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 通货膨胀可能会逐渐抬头 会称为低增长高通胀 这其实就是滞胀 也就是经济停滞 加上通货膨胀 那为什么会有低增长高通胀呢 我们分别来看吧 首先 为什么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会放慢呢 人口还是重要的原因 少子化老龄化可不是中国才有的 而是一个全球现象 像西班牙 曾经是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现在却是欧洲生育率垫低的国家之一 既然劳动力增长率下降了 那除非新技术革命带来了 生产率的大幅度飙升 否则经济增长率一定会跟着下降 那你可能会问了 还有南亚非洲 这些国家的生育率可不低啊 那他们能不能补上缺口呢 很遗憾 过去中国的高速增长 是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 可是现在全球化出现了退潮 这些国家想要搭船出海 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机会了 所以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会放慢 那其次 为什么通货膨胀会卷土重来呢 因为劳动力的成本会不断的上涨 每一种产品和服务都包含着劳动力成本 水涨船高 这就导致整体物价水平会低高 那咱们还可以换个角度 从人口的年龄结构去看 也能够看出这个趋势 如果工作的人口多 他们创造出来的产品就多 而且这些工作人口会把收入的一部分拿来储蓄 那也就是说 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比他们消费掉的东西更多 可是如果老年人多了 创造出来的产品就相对少 而且他们还要把原来的储蓄花掉 也就是消费的多了 创造的相对少了 那这就好比很多张嘴去追逐很少的食物 那食物的价格自然就上去了 好 如果未来的大滑坡时期 全球经济是低增长高通胀 那你可就要注意了 全球资产价格可能会持续低迷 甚至会下跌 那这对我们的未来会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买房 房价还会一路猛涨吗 我觉得不会了 再比如过去利率很低啊 所以企业都喜欢借钱 有了钱扩张的速度就更快啊 那以后还敢这么借钱了吗 我觉得不敢了 风险会越来越大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们能不能用自动化来代替人工呢 人口的变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碰撞 一定会加速技术创新 未来中国很可能会进入 人和机器人共同协作的时代 但是自动化只是人工的辅助 并不能够完全取代人工 所以在大滑坡的时代 你要看得更远 及早准备 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对人口的问题也做了很多思考 今年的年度报告 有一章就是关于老龄化的内容 你越是年轻 越要开始考虑自己的老年规划 因为上一代的经验 对你已经不适用了 沿着人口变化去看未来 你会看到下一代的生活会和上一代人非常不一样 坏消息是下一代人不可能再去赚快钱 也不可能躺赢了 你无论是买房 买保险 存养老金 那都没有办法一劳永逸的解决你一生的财问题 那好消息呢 劳动力成本上升了 那就意味着靠劳动户的收入更容易了 下一代人很可能会比这一代人更容易找到工作 挣的钱更多 活得更轻松 好 那这些问题 我都会在后面的课程里 再跟你更详细的讨论 总结一下 大量人口曾经让世界进入大稳定时期 但是人口的老龄化少子化 可能让我们在未来会面临经济上的滞胀 我们需要用新的思路去发现机会 去应对问题 那听完这一讲 也请你思考一下 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老年生活 到底该怎么过呢 欢迎你留言 跟大家分享 感谢观看